很多網友也關心改不改版 那是不是簽唱會的訊息是不是 有 我們在這個禮拜六會有這個 西門町 然後還有中立 新竹的這個簽名會 對 因為之前在簽唱會在北部已經辦過 然後隔天也跑了這個中南部的簽名會 那我們這次是加場在這個禮拜六 哇 所以大家到現場的時候就可以一開始跟你 聽你的歌聲 你會跳舞嗎 就不會 因為就只有簽名 就只有簽名 對對對 好的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說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一路第五張轉 從我不想忘記你到現在 然後慢慢慢慢看著你的成長跟對變 很多人都覺得說聽你唱情歌很心碎 那到KTV也喜歡唱你的歌 那你有沒有教大家一些小朋友 如何唱到跟郭靜一樣這麼好 其實沒有 其實我不覺得說自己唱得特別好或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你對於你想要唱的這首歌 然後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有的歌是開心的 有的歌是難過的 可是你就以你自己當下對這首歌的了解 其實我覺得只要唱出你自己的感情 你周邊的人都會被你感動 有的時候把自己的愛情故事什麼放在歌裡面唱 都會覺得非常的 對 那第五張慢慢慢慢來你有沒有有的時候會有倦怠期啊 有過嗎 倦怠期其實不會耶 我其實反而覺得說可以這麼順利 差不多一年出一張專輯給大家其實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因為就是因為有可能很多朋友們都真的有在聽我的歌 然後反應也很好 對 所以才有這個動力 有這個信心可以繼續的就是出新歌給大家聽 因為很多的歌手好像慢慢慢慢的發拼到了一個瓶頸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說很想休息啊 或者是什麼 這對你來說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會啦 其實可是會想休息的念頭大概就是在宣傳期的時候 因為宣傳期真的非常的密集 然後就是有的時候是從早到晚的 那個時候會燃起一點想要就說我可以放假嗎 就是 可是有的時候你就放假放久你反而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都沒有事情做 反而會慌 對 因為突然時間就空出來了 對 所以其實很矛盾的心情 那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跟時間呢 就對一個歌手 嗯 當然如果可以有休息的時間的話 盡量就是像多跟家人相處啊 或是多跟朋友就是聚一聚 然後其實最主要還是讓自己有充分的休息才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就平常都要好好安排自己的時間 對 好啦 我要坦白說 因為那個這邊很多的問題已經問完了 真的有問我自己的囉 可是想說就有些問題的話 我們就看你想不想回答這樣 因為像是讓你說的 你現在沒有愛情 嗯 對不對 會不會對自己有一些擇偶的條件跟對象 擇偶條件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我從出第一張專輯 其實就一直有人問我擇偶條件事 對啊 然後我都從一開始然後開很多你那種條件 然後你到現在算了算了算了 嗯 有到嗎 有出現嗎 真名天主 當然是沒有出現 因為條件還沒有 沒有一度 太多條件了 嗯 可是其實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比較注重在於兩個人一定要相處 嗯 就是你一些價值觀跟感情觀這方面 因為我們畢竟也是成熟的人了 對 所以會想的比較多 會希望說這些觀念是可以接近的 嗯 免得說以後成為一些什麼吵架的一些源頭就不好了 嗯 而且我覺得是個很真誠的人欸 因為雖然說我是第一次採訪你 但是多多少少有看過你之前的一些報導跟訪問 嗯 像是大家說你像安心亞那一次 哦 你非常的真誠欸跟有趣 我為你直接敲給大家看 這個這個 因為他們是其實不是說像安心亞也有 然後我覺得很高興說因為安心亞是美女 所以我想說 我想說終於可以像我美女就很開心 但是因為就是有媒體就質疑我說 以前是質疑我的鼻子是假的 嗯 然後後來這一次專輯發行呢 就有一個新的部位就是下巴 所以我想說那我要怎麼證明 因為我不可能用那個麥克風交接我這樣 我就想說敲大力一點 但是我這麼真心圈換來絕情 因為你知道絕情是什麼嗎 就是大家有保留我那個敲下巴很醜的畫面 真心換絕情你看看是不是 可是真的很真誠啊 我覺得更多人喜歡你 我旁邊的朋友還有我同事 因為我敲下巴嘛 媒體記者對真誠的藝人總是特別有好 我感想說他怎麼這麼可愛啊 既然對不對 那就應該要給我漂亮的照片啊 好今天東升新聞給你好不好 好多了謝謝 今天沒有敲下巴 所以當藝人真的很難當 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點 而且我會覺得說 就是焦點不是放在音樂上面 反而是外型的改變 其實外型真的 嗯 你說 你說被說整形是應該開心還是應該難過 沒有整形 被說有整形就該開心 喔 因為代表你真的越變越漂亮了 對不對 也許啦 我也只能這樣講好不好 真的喔 真的喔 所以 因為常常坦白說我們 因為畢竟是媒體嘛 媒體有很多 當然有一些事情是 也許聽到了就會報導 或我們指引你就先寫了再說 那進來這個圈子五年了 你有沒有因應之道 你覺得 其實現在就只是 如果很多事情不是屬實的話 那也只能笑 就是笑一笑看看 看過就好 對 當然如果說 現在有的時候就是會比較在意說 照片漂不漂亮 就是內容你不管了 嗯 但是你至少照片要是 漂亮的 或是好看的就算 但是 因為現在太多那種 雜誌啊 或是 好可怕 會有一些翻白眼或是什麼 對 那你就真的沒辦法避免 一開始會難過嗎 還是會啊 因為這種東西 真是永流傳的 所以就 有 鑽石嗎 永流傳 其實那你會在意嗎 假如剛開始你比較在意 現在會不會看得比較開 有 以前我很在意一些評論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就看開 因為我覺得有 有些人是喜歡你 當然也會有不喜歡你的人 對啊 所以就這個 媒體的這個 也有自己的想法就對了 那有沒有覺得說 其實很多的媒體 可能對你來說 大部分坦白說 你的緋文是小的 所以我在 你幾乎是零吧 對 有人就覺得說 郭靖真的是還蠻單純的 都是所謂的 緋文絕緣體 對 你會不會自己覺得說 有的時候會想說 但有些 坦白說 有些歌手可能是想 靠著緋文來巧作知名度 那對你來說的話 你會不會擔心說 也許這樣子 在媒體上面就比較沒有梗 或什麼 其實比較 比較沒有點啦 所以這一次有整形的 這個點 我們其實都還蠻高興 就是我們可以有多一點話 跟媒體聊 但是就是會 一直被講說是 緋文絕緣體 當然是 沒有緋文是好的一件事 可是就會想說 是不是沒有 就是 怎麼講 像新聞的 就是 就是很 異性緣很差 不會不會 但是其實我有很多好朋友 我就是有女性的好朋友 也有男性的好朋友 而且剛剛妳有說 妳擇偶條件太高了 是嗎 我現在已經很低了 現在又放低了 對 希望妳可以 喜歡女性的男性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之前 這五年當中都一直 會不會就當藝人也難交男朋友 我覺得 因為圈子又更小了 而且妳交朋友的話會更小心 會想的比較多一點 如果妳也害怕 可能 對啊 女生其實多少還是要懂得保護自己 而且會不會 敢追妳的人也要有自信 對不對 嗯 對 有自己覺得就是 會不會別人因為妳是藝人的關係 或是歌手的關係 會覺得說真的比較難交朋友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可是其實也不是說沒有人追啦 一定有 可是就是說 如果對方真的不是妳喜歡的那種 或是妳真的只把他當朋友的話 那我真的只能跟他說謝謝 呵呵 謝謝囉 是 那有沒有想要幾歲結婚 妳有沒有一個人生的其他 我其實之前一直覺得說 我28歲就要結婚 然後隔一年生小孩 因為這樣跟孩子可能就會像姐妹那樣 比較親近 對或是姐弟 所以說印證了一句話是 計畫纏不上變化 三年他就這樣過去了 呵呵 對 所以說那現在呢 就想說看順其自然 嗯 順其自然 盡量40歲之前啦好不好 40歲太久了啦 不會啊 現在很多40歲的人才結婚啊 我覺得是OK的 好的 這段專輯嘗試了很多的曲風 那言歸之關 有些網友就問說 那希望下一張專輯想要嘗試 什麼樣的曲風呢 會有自己有一些想法嗎 哇 其實我覺得好像差不多曲風都嘗試到 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會想像到說 可以嘗試的復古曲風都已經嘗試了 因為像之前搖滾曲風我也嘗試過了 嗯 那你說電音也稍微的有這個有沒有 輕電音的部分 嗯嗯 我們是可以再探討一下所有的曲風看 是不是和 啊中國風之類的 啊中國風 中國風其實在我第一張專輯有一首 可是之後好像就比較少一點 可以試試看 那想唱歌唱到幾歲 剛剛說想要40歲以前結婚 那有沒有想要說啊唱歌想要唱到幾歲這樣 唱歌 所以我覺得就應該是沒有分年齡的 就是到自己真的唱不出來為止吧 哇會一直為喜歡的歌迷朋友唱下去 會會會 如果你們還想聽的話 當然想聽啊 那現場還有人說 你可以現場唱一下一小段嗎 一小段喔 有可能嗎 你看超想聽 我想聽 我想聽 看你 我們因為 你知道剛剛有播過MV給大家聽過啊 所以說 對 唱念你 那是我的歌耶 不好意思啊 念你風格的郭靖版嗎 嗯 有嗎 有想說可以嗎 好啦 那就唱一下下好了 哦耶 一下下 好 那就輕唱一小段囉 嗯 你陪著我的時候想著他 你聽不見我的心在喧嘩 明明我知道 卻裝作沒想法 是善提人意還是傻瓜 呵 哇 鼓掌了 現現場我們自己幫你鼓掌 哇 超好聽 你看 全部人都說自然飛行 這樣 就好輕唱非常的大 為什麼要講台語 呵 就是一種你知道 真誠的個性的流露 剛剛說很喜歡寒流 很多人也都很關心說 明天會去聽演唱會嗎 嗯